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时段能够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我们六度评论的话题依旧是两个 第一个是要讲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交流中心在汉语办 它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化部的这么一家 专门推广汉语的这么一家机构 它主要是建立在中国以外的 这种所谓的推广汉语活动的这么一个学院 基本上建立在一些国家的大学或者一些教育机构中 而最近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是 美国将把所有的孔子学院都定为外国的机构 而这种机构的设定恐怕就使得 孔子学院这种形式可能在美国或者是在其他的西方国家 就成为了一种累赘 他们可能会退出这些国家的作为文化交流项目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不是就在这一次的事件中 或者说在美国全面关闭或者是停止 或者是提高孔子学院在美国运行的这种门槛 使得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此就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 是不是这种情况 我想在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和大家和网友朋友们和在油管的朋友们 和在Zone会议时的朋友们 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更深一步的讨论 第二个话题是要讲 关于美国政府对香港的 尤其是参与了上海基本法制定 而在香港制造和进行这种迫害的这些人 中共的官员或者香港的官员 对他们予以了制裁 而这种制裁 从昨天我们看到的信息是 中资的银行也要加入 或者已经加入了对这11位中国及香港的 政府官员的制裁活动 我们会突然发现 当美国的这些银行 这些金融机构 在符合美国的法律要求的时候 对中资的 或者说美国要求制裁的这些人 进行制裁的时候 为什么中资银行 也加入了这么一个行列 乍一听以为是开玩笑 其实这不是 从现在报道的信息来看 这不是玩笑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当然在第二个话题讨论中 我们也想听一听我们 参与讨论的网友你们的意见 在油管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给我们点个赞 当然也可以通过你们的自媒体 通过你们的社交软件 教我们今天的节目转发出去 在转发的过程中 能够有推荐会更好 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华人朋友们 来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当然你可以把它做成 一些音频材料等等 也可以转到通过 微信的方式转 转到中国大陆 让大陆的人也看到海外的朋友 在谈美国的问题 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 他们另外的角度 当然如果说你要参与 我们的话题讨论的话 也可以按照我们油管上 贴出的我们Zoom会议室的地址 及其密码 你可以进到Zoom会议室 和我们的观察员一起就我们的话题 提出您的意见 当然在你进入Zoom会议室之前 我依旧要提出我们的要求 那就是必须遵守我们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不能够有反人类的语言 第二个不能够有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等等涉及歧视 这种语言 第三 在讨论的过程中 不可以就讨论话题中涉及的人物 以及参与讨论的朋友们 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三点 就请你不来到我们Zoom会议室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我刚才提到的话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讲 第一个话题 中美关系 孔子学院 其实很久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孔子学院在美国办 像2004年 第一所孔子学院就办在我住的 马里兰州 马里兰大学 而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 我们更多的看到了 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 也是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 进入到中国 我记得在200 应该是1990几年的时候 当时我看的第一部大片 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 看的美国好莱坞的第一部大片 是什么样的 我看的第一部的好莱坞的大片 就是洪帆区 成龙当时主演的 第二部就是真实的谎言 当看到那个大的画面 那种音响效果的时候 那才感觉到了 美国电影给你带来的震撼 当然随着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电影 美国的电影 进入了中国 也看到了更多的 中国的元素 在以文化交流的形式 进入好莱坞的时候 对好莱坞家电影拍摄 发行的影响 我越来越多的看到了 凡是在中国上映的 好莱坞的电影 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赞许 缺少了对中国的批判 更缺少了电影中 可能会曾经一度经常设计的 关于人权 关于政治迫害 关于更多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的 不公平的这种事业 更多的 我们在电影的镜头里 看到的是中国的广告 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的生活 繁荣的市场 等等 同样我们到美国 看看这些 孔子学院 他们都在美国做什么呢 在美国 几乎 现在好像是 数据上讲 大概是有几十家 一共是 在美国 一共有75所大学 有孔子学院 其中有65个 是跟美国大学合办 另外还有 在美国的大学里 除了这些 还有500个孔子 教室 而这种教室 设置到了美国的 像幼儿园 还有高中的课堂 大家可以 在前几 前两年 可以看到 川普总统 在秀自己的 孙女的时候 他会秀她 唱中文的歌 会秀她的 孙女去讲 中文 甚至 还会说 彭爷爷 是 习爷爷 彭奶奶 去演唱 彭奶奶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 可想而知 中国的汉语教育 其实在美国 已经是有 大面积开花的 这种迹象 除了孔子学院以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 什么中文学校 各种中文的培训 什么老同乡会 我前两年 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参加过在 大华盛顿地区的 这个山东同乡会 我去参加过一次 我就觉得 仿佛你就回到了 在中国的 某一间 大的公司 他们在举办的一场 非常欢乐的 春节的晚会 不同的社区的 华人朋友们 他们 穿着自己的 红军的服装 甚至还有 解放军的服装 各种各样 能够代表 他们心理价值观的 这一系列的服装 来去讲 所谓要讲好 中国故事 而我们可以看到 像孔子学院 这样的一个机构 它实际上就充当着 北京政府 向全世界 传播他的 所谓他的文化 或者叫他认定的 中华文化的 这么一个职能 这种文化的交流 到底是在美国 带来了什么呢 有很多的 这个媒体 都报道过 在美国的 孔子学院 他们是如何教学的 在孔子学院 除了教授汉语以外 他会在学院里 讲授中国的中音 中国的金句 中国的绘画 中国的武术 中国的分俗习惯 中国的不同的节日 唯独在这里 不能够讲 涉及到中国人权 不能够涉及 西藏的问题 不能涉及 法轮功的问题 当然也不能够 涉及像709律师 像维权律师 这些 是你应该不会 回去讨论 你只能够讨论 他们认定的 中国的好 而绝不能够 有任何 关于批评中国 在有人权上的问题 在平等上的问题 我们看到更多的 那种不公平 发生在城管之间 房屋拆迁 等等这一系列的 这种 这种剥夺人权的 这些事情 绝对不能够谈 使得很多去 孔子学院去学习的 美国的学生 还有其他的 像南美洲的一些学生 他们就会认为 为什么在美国 这么一个开放的国家 我们到这个语言学校 或者这个大学 和中国合办的 这么一个语言的学校里 来学中国的语言的时候 却不能够讨论这些问题 它到底是 这所大学里面的一个学院 还是它独立的 并不能够按照 美国的法律 或者美国的价值观 运行的这么一个 分闭性的一个学校 这都是一些提问 这个 今天 路透社 彭博社 他们都有报道 就讲 在 是在昨天 他在讲 今天就会有对 关于 孔子学院 会被定义为 外交使团的 这么一个 一个政策的出台 今天我们果然 看到了这样的政策 一旦被设定为 外国使团 那么 孔子学院 就被真实的 认定为 实质上是被一个 外国政府所有 和控制的 这么一个机构 如果是 正式的执行的话 像孔子学院 这样的机构 它必须是 像外交 使团一样 定期的向 美国政府公布 它的人员的名单 工资 收入水平 资金来源 在美国的运行状况 运行计划 要做什么 全部都要报备 甚至要接受 美国相应 安全部门的检查 这就使得 这样的机构 就完全无法 在美国运行 刚才我前面 已经讲到 在美国 现在一共有多少家呢 一共是有 75所公子学院 其中66所 它就是建立在 大学 和一些 学校里面 美国的第一家 孔子学院 就是在2004年 建立在 美国的 马里兰州的 马里兰州立大学 而这一间 好像是在去年 就已经真实的关闭了 而这一间的 孔子学院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迫下孔子 在马里兰州立大学的 孔子学院 对这个学生 进行各种各样的 威胁 使得这边 学生 不得不收回 他自己的讲话 尽管 美国 马里兰州立大学的 当时的校长 就这个问题 对这边学生 予予了同情 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做到 太多的帮助 而这一个学生的 他家里的资料 都被 在中国的一些 还有对 像马里兰 州立大学 孔子学院的 相关的人 把他的名单 全部都公布了出去 给这个孩子 造成了极大的人生的困扰 所以 这件事情 还会发酵 而且 美国 或者 不是美国 是中国 是否就 美国 把孔子学院 定义为 外交使团 他们会不会 报复 那报复 又要采取 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这些年来 已经很少 见到 美国 对于中国 关于文化交流的 一系列的项目 曾经也还有一些演出 像这种 中金属音乐的 这种演出 基本上都已经 停止了 早些是 还有一些 交响乐团 像我记得 曾经有 大和之恋的 这个Tita 到中国来演出 由于种种的原因 被取消 在体育交流上 尤其NBA的 体育交流上 曾经还一度 非常的 这个 红火 但是 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中国 由于NBA的球员 关于中国的人权的问题 发表 议论 也使得 中国政府一些 被 被哄抬起来的 民族主义的 这种 网民们 他们的一系列的 娇嚣 使得在这一方面的 交流 也越来越少 而中国人 去看一场 非常好的比赛 也越来越难 这种种迹象 是我们看到 两国在 意识形态领域的 这种交战 实际上 是在升级 这一段时间 几乎看得我们 眼花缭乱 从 贸易战 到 由于疫情 造成现在严重的影响 不但是 对美国的经济 造成了重大的创伤 我们昨天也看到 英国 公布了它的上半年的数据 英国也是 近百年来最差的一次的 经济数据 而按照联合国 和世界银行的 这个预测 全球可能今年的 平均的 这个发展速度 会降低 百分之四 美国会降低 百分之八 而英国会 全年会降低 百分之十 而这些数据 都让我们看到 就是中美之间 在贸易上 又到了疫情的影响 到现在 外交领域上 这种 户关 临时关 在电子 在数字领域 像TikTok 像这个 微信的 是否能够在45天之后 解决 在数字领域的这种 这种争端 到现在 我们又看到 把 像孔子学院 把它定义为 外交时段 有人说 把它定义为 间谍机构 情报的 收集的中心 美国是 一步一步的 在升级 而升级的过程 让我们也 看到了 美国近十年以来 由于和中国之间 产生的 纠纷越来越大 而中国在 他认为 在崛起的过程中 也越来越 无所顾忌的挑战 国际 在世界发展 前进道路上 一条一条的底线 终于 经过十年的 这种碰撞 使得美国的 两岛 美国的政治家们 终于在就中国问题上 达成了一致 而这种一致 不是说 现在的共和党 或者说 未来的民主党 可以单方面的改变 这是美国国家意志的 一个整体的体现 在这个体现上 或者是在这个整体 认识的基础上 在逐步的改变 甚至在改变 对华政策的 这种速度 我们在第二个话题中 会讲到 关于中美 尤其是美国 对中国的 就香港问题 而产生的 这种制裁 在这里 我们第一个话题上 谈到的是 孔子学院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们 就孔子学院这个事情 你了解的 我们有些朋友 还是在 在美国读大学 还有些的 可能在大学里 当老师 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 就你们所看到的 或者你周围的朋友 而出现的一些情况 来谈谈 在美国的孔子学院 他们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以及他在运行的过程中 对你周边的生活 是否有什么影响 当然 美国对 中国对美国的抱负 一定会有的 也就是说 在今年的一月份 其实关于撤病 或者是撤销 中国的孔子学院 在美国的运行 从这几年 就已经开始了 只不过是今天 正式把它定义为了 外国的事外 好的 我看到三期 你请三期 星哥你好 那个以前 对我的影响 就是以前 我在读书的时候 那个孔子学院 我们学校有一个孔子学院 就是每个学期 会多说几封垃圾邮件 也不能叫垃圾邮件 就是他有的时候 会发给我那种 就是说要不要学中文 那么钱 像我这种一个中国人 学中文 就很荒谬 对吧 然后我就认为 它是垃圾邮件 就是没有用的邮件 但是其他的我是觉得 但是其他的我是觉得没什么影响 然后我是觉得 当然首先他这个打击 也并不是力度很大的 他那个法案也只是定义为 外交使团或者是 也只是要他透明化 就是给你定个信 然后要求你把你的 比如说方定 和你的活动的内容 大概的范围 就是稍微做一个通报 当然如果你不通报 那就变成违法了 那就严重了 但是你只要通报了 他也不是说马上取缔 当然我觉得 如果是这种软性的 一通报之后 以后应该说 既然定义成 因为他基本上是认为 你是propaganda 那么美国的大学 应该也会终止 和大多数从子学院的合作 因为这个定性 它是propaganda 那肯定我觉得大学 很多大学会终止吧 我觉得就是会是这样 但是我并不觉得 这个打击力度特别大 中国需要做出什么 对应的反制措施 我觉得到看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 会有什么反制措施 像我看到了一条消息 就是一直在中国 进行外语培训和外语提供 外语教育英语教育的 这么一个组织 一个项目叫 这个美国和平队 这个这么一个项目 他就宣布撤离了中国 因为不在中国 做英语培训和英语 教育的这么一项服务 而这个也是去年开始的 中美国对孔子学院的 各种限制以后 在中方来自于中方的一种压力 他们退回了 就是说退出了中国市场 对他自己退了 那我就说 现在也许中方不会明确的 很高调的做出什么反制 因为我觉得孔子学院这个事情 只是要你就是 也不是说直接禁止你 这个打脸打的也不是很重 以后是慢慢的最后形成的那种 禁止的真正达成效果 我觉得是美国大多数的大学 一个级别 他们自己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眼前看起来 我是不预计 就是你要我猜的话 我会猜中国应该不会有什么 高调的反制 我是这么认为的 至于前面的那个 谁退出了 那个其实都算很低调 我觉得那个不算高调 我也认为很低调 对 对他只是稍微施加点压力 也许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 而且何况美国 他在这里教英语的话 我觉得我不知道 那个机构的背景 我估计多少有点 propaganda的含义吧 就是文化输出嘛 这个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中国现在需要 美国就是文化输出 对于中美之间来说 应该是一个常态 比如说美国通过自己的电影 等等像好莱坞的电影 还有一些书籍等等 来文化交流的项目的时候 当然美国也会宣传 美国的价值观 同样中国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也依旧会宣传中国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美国的一系列的电影 或者是书籍进入中国的时候 它是被严格的限制在 一定的范围里 但是中国的东西 来进入美国的 还是基本上唱风无数 这就是引起可能双方矛盾 而发展到现在 这种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的 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我不是特别同意 就是说要看从 从各方面的 至少从结果来看 我觉得中国那套玩意儿 你要花很大的钱 在外国也很难推销 只能这么说 美国那个东西 它纯粹的就是因为 它比较容易被人接受 它美国政府都不需要在背后 它都会有很强的那种 推销的 怎么说呢 能力 自我推销的能力 没错 我都不知道我在说啥 反正我就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把孔子学院 就是干掉它 我是完全没有意见 把它定义为外交使团 我也觉得比较合适 因为我确实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 纯粹的文化交流项目 这个显然有很强大的政府的 自我宣传的动机和 agenda在背后 是的 这个我们一会儿在 我在讲述孔子学院的 在运行的过程中的一些 规则 我们会发现 就像刚才37网友 他提出来的 他也提到 其实孔子学院 在美国的运行过程中 他确实是有很多的 关于政府机构 中国的政府机构 或者是宣传机构 在里面运行的 很明显的一个套路 比如说 在这个 叫什么 就说 在中宣部 曾经就 孔子学院在海外运行的过程中 他就提出了 作为党 领导下的 这么一个 输出我们 中国锐实力的 这么一个项目 一定要在海外 讲好 中国故事 这是 中宣部 就中共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 一个明确的要求 而且 要求 中国汉办 在跟美国的各个所大学 或者说 这个其他的 在推广 孔子学院这个项目 或者是建立合作的 关系的时候 是要求 合同必须要签有保密协议 不能够透露资助的金格 而教材 只能够随着中国版本去论述 这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只能够随中国版本的教材 去论述相关的内容 所以学术界就 美国的学术界就认为 他是在侵犯 美国的学术自由的 我看到老战 你好 老战兄 您请 星哥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您请 星哥好 各位网友好 这个孔子学院 这个美国是刚才 山西说的 是下手比较轻 就是 就是给他一个定个 这个外国什么代理机构 加拿大 也有很多孔子学院 而就就在去年 在加拿大关闭了一所孔子学院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孔子学院应聘 孔子学院老师的这个应聘者 不能有法轮功信仰 在学校不能谈西藏问题 不能谈台湾问题 不能谈六四问题 后来在一些 民众和这个教育机构的这个要求下 这个学校就把这个孔子学院给关掉了 我觉得这样做更好一些 我觉得美国呢 在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局势 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 我想会有更多的孔子学院被关掉 好了 我就讲这些 谢谢 是的 最新的一个就是关闭啊 可能说是 北佛罗里达大学的 关闭的孔子学院 而且关闭的时候 校方的声明是这样写的 审视了过去四年的课堂活动 及资助活动 我们发现 与学校的目标和使命并不相符 所以 学院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讲 他要关闭孔子学院的原因 只是交代 这是一项法律的一个规定 罗比奥对于关闭中国的这种 像孔子学院这一类的 他是非常明确的 他就说 中国干预多边机构 对维和人员 对维权人员及家属进行恐吓 又对国外出版社及社交媒体公司 进行审查 而且在孔子学院的教职员 大多数在中国的招聘 他并不是来自于美国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 并且是由中国的教育部 来审核 所以 罗比奥他就认为 中国的像孔子学院这里 在美国已经办了几十家 上百家 在全球下来 将近九百家的这种孔子学院 或者是孔子 打着孔子学院七号 而办的各种班 都出现了 自我审查的这种迹象 所以 美国来关闭他 确实是 是非常及时的 在中国 这个 这里边有一个 我这里边有另外的一个 一个 一个调查的报告 像 美国全国学者 协会研究项目总监 叫匹德森 他就 在研究说 研究中 写到 孔子学院 限制了有关的论述 为中国的 为中国政府的形象 洗白 这种宣传的手法 不应该 在美国的 高度 学府 存在 而且 匹德森协会 为 这个 美国的 这个 学者协会 在写的报告中 还指出 孔子学院 刻意地避开 中国的政治历史 人权问题 有强行的要求 在这里上学的 每一名学生 让他们认可 承认台湾 西藏 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在课堂上 明确的规定 这个 不能够讨论 六四 如果说 你要讨论天安门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你会讲天安 只能够讨论天安门的建筑 天安门的灯光 天安门是世界上 最大的这么一个广场 只能讨论这些 至于在天安门广场上 发生的任何的事情 是不可以讨论 好的 我看到了三期 你请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尝试提出一个角度 去把这个问题 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说 是否可能 就是说 把这个两种限制 做一种区分 一种限制是 我也限制那些 就是 比如说是明显 反共 或者是反华的 或者是说违反中国的 政治正确的一些价值观的人 参与到孔子学院的应聘 或者是教学工作 这个是一种限制 另外一种限制是 完全在课堂里面 不允许讨论这种政治 不正确 或者是政治上有争议的 对中国来说 政治上有争议的话题 我其实对于前一种限制 我相对来说更能理解一些 但是对于后一种限制 我是觉得无法接受 因为为什么呢 我做一个类比的话 就是说美国 比如说他在给一些NGO 或者是给一些 就是给外国做一些援助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会 就是附带一些 自己的价值观的约束 就比如说 你不允许堕胎 你这个NGO如果支持堕胎 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 比如说给NGO的那些fonding 你去做什么事情 也许跟堕胎没有关系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这个NGO支持堕胎 或者是干了跟堕胎类似的 或者是说 我支持你第三世界国家的诊所 比如说治病 但是如果你这个诊所 同时从事堕胎的活动的话 我就会中断这个钱 他会有一些道德条款 或者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说 他的条款 那么我觉得中国 如果是确实拿一笔钱 在美国做一个文化交流项目的话 那么他要求说 你不要搞台独 搞藏独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 问题不大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你完全就不允许讨论 在一个文化交流项目里面 只允许你说 不允许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问题就比较严重 但是我也会反对 就是说我出钱 给你这里办个文化交流项目 结果你这个文化交流项目 办下来之后变成了 反倒变成了另外一种宣传 就是台独或者藏独的宣传 那也会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公开的讨论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这里尝试做这个区分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倒是非常认同你这种说法 因为如果做一个文化交流的项目 它是有一定的边界的 而这种边界 比如说像孔子学院 从名字上来讲 它应该是介绍什么呢 介绍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成部分 当然你在这个过程教授汉语 汉语言文学 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教授汉语言文学 教授儒家思想的时候 或者是介绍儒家思想的时候 你不可避免的会遇到 一些来学习汉语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会就社会发生的热点问题 提出问题展开讨论 而你却不允许 甚至说在学术上 在讲的中国儒家文化 和西方的价值观 碰撞的时候 或者更有甚者会讲的儒家文化 和现在中国政府的专制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这一些问题都不可以讨论 这就使得 或者说我们刚才在讲到的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就讲到了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学术交流的机构 也不是一个像孔子学院 与孔子学说 无关的这么一个项目 它其实就是来宣传 中国的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 宣传中国瑞士类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是美国的一些智库 对于孔子学院下的一个结论 好 我看到了老米先生 你请 谈到孔子应该承认 是文化 但是这个文化 把孔子文化最厉害的 是毛泽东 是共产党 这有事实所证明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第二次接见红义冰的时候 林彪有个讲话 讲话里边提到号召 红卫兵和四旧 这四旧哪种 哪四个旧呢 第一个是旧思想 那肯定孔子思想 两千多年以前的 把它列为旧 有道理 旧文化 那也是冲着孔子来的 旧风俗旧习惯 所以当时呢 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 应该是 不是人大的 就是应该是人大的 谭后兰 带着他们学校的学生 到孔子的老家 屈服 可以这么说 彻底砸烂了很多东西 这是谭后兰 同样 1971年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 共产党提出来 四个字 披鳞 屁股 披鳞 屁股 那个时候 已经 把孔子 贬低的 比所有的人都差 可是呢 毛泽东死了以后 尽管把四人帮抓起来了 当然了 李娜有一次讲话 有一次接受采访 也把这个责任 推到四人帮身上了 这符合事实吗 赵紫阳 在一次这个 在他的一本书里边 好像提到一句话 共产党向来不认错 如果一个政党向来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它能带给老百姓幸福吗 我认为不能 所以说了 美国关闭 共产党设立的孔子学院 做得非常对 尽管我很 崇拜孔子 但是我认为 世界各国 先进国家 把孔子学院 撵回来 是对的 因为他们宣传的 根本不是真正的孔子 而是共产党 所以它就有很多规定 不许谈六四 不许谈这个 不许谈那个 那都不许谈你谈孔子 还有什么意义 再说 孔子多次 孔子有一个观点 很明确 君子欲 那语言 民语行 可是呢 我们的领导干部 都是 天桥的把势 广说 不练 所以我支持 世界各国 把孔子学院 撵回来 好了 我就说这么一点 好的 谢谢 谢谢老米 谢谢啊 老米刚才 这一个讲话 让我想起了 赵紫阳的秘书 爆童 他在 2018年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推特 推特的内容 跟老米先生讲的 非常的一致 我刚才找到了 这个推 这个推是这样写的 这个推是 2018年的 8月16号 也就是两年前的 这两天 他这么发的 78年前 我念的第一篇古文 是礼记 柯震猛一虎 孔子是我的 启门者 我赞成 关闭 孔子学院 我认为 现在遍及 全球的 孔子学院 都是 糟蹋这位 先哲 极其学术 极其学术的 屠宰场 这些 孔子学院 都和 孔福子 无关 他们全姓 共 不姓孔 这个是 鲍同先生 在两年前 叫孔子学院 当时美国就在 关闭一些 孔子学院 或者说 美国政府 已经给一些大学 下了 或者有了要求 如果你们在获得 这个资金建立 孔子学院的 这种过程中 出现了资金的问题 美国政府 联邦政府 就不再给这个 学校补助资金 我记得前 一周前 美国联邦政府 要求 好像有十所大学 其中有哈佛 像耶鲁 像普林顺 这样的大学 他们要公布 外国机构 对他们的赞助和资助 所有的民主 全部要公布出来 我觉得美国政府 现在越来越 意识到了 美国的价值观 在和一些国家的 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由于美国开放的 这么一个社会形态 使得更多的不同的价值观 在逐步的侵蚀 或者改变美国的生活 尤其是在学界 这种改变更大 我倒不去评论 或者判断 这种改变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文化 在交流的过程中 在美国的大学界 是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这种作用 对于美国的一些政治家 他们认为 这种变化 可能在侵蚀着美国的价值观 当然 美国的价值观 也是在向前进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和完善 而美国的价值观 是不是到今天 它已经到达了顶峰 而不再变化 而不再发展 我不以为然 我觉得美国的价值观 在未来引领 引领世界 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它依然 在起着积极的作用 而在这个作用的 过程中 它依然会有吸取 来自于不同文化的 对美国价值观的一种补充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然而我们看到 现在不是 做的有意义的补充 而更多的 我个人认为 来自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它在传输着 它的意识心态 它的价值观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推特的中文世界里面 很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已经 还有很多人 虽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但是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若干年了 他们在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 我们时时可以看到 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在宣泄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来自很多华人 在他们表达意见的 不经意的过程中 对不同族裔的 那种歧视 那种不屑一顾 他也不可 避免的经常在表达意见中 对权力的崇拜 对规则的漠视 好的 我看到老生常谈 你请 你好 信哥 那个孔子学院终于开始 终于被禁了 这是好事 因为中共打着孔子的名义 去输出他的价值观 老生常谈 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的是 并没有禁 只是美国把 就美国政府把 这个孔子学院定为外交使用 对对对 定为外交使用 不准确 下一步呢 就是 其实呢 比那个孔子学院还剩的 就是那些 同乡会 合同会 学生会 高校联谊会 什么学生会这些 你看那个最典型的 那就是马里兰大学 那个叫什么名 那个小女孩 他说了一句 人家做了个毕业论文 就说了句美国新线 这已经彻底完了 他一辈子在国内 就完蛋了 这个小女孩 就这么一篇 什么毕业论文的演讲 这就是给 还有个达赖那时候 好像去学高校 也是那些高校学生会 这个美国必须得残决 我看如果孔子 被学院被列为 那个外国 外国什么机构 就是政府机构 那这些来讲的话 我相信 只要是进一步 美国进一步 下一步 或者是马上就会 对这些 可能是逐步的 会采取 会采取类似的 这种限制 这是确实是应该的 把美国 把西方世界 不管是美国 全世界 搞得乌烟瘴气 别人不敢说话 我跟你说 在大学里的中 留学生 比如说 真的有点 有点不同思想的 跟中共不一样思想的 这些人是不敢出声的 我跟你说 在国外他也不敢出声 这就是现在的环境 那个前缺之介 还是再举的一个例子就行了 别的还有 澳洲都有 西兰这些都有 全世界都有 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之后 被捅出去 会群情激愤的 结果就是上了国内那些媒体 或者什么 接着以后在国内 或者是回国的那些找工作 或者什么 这些都已经是 可以说是 可以封杀了 这么说 一辈子也就差不多 玩了一半 玩大了一半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下一步 如果把这些组织也列为 咱们比如说全境 因为孔子也没全境 混学院 把它列为什么代理人 政府组织 官方组织 这样的话就 都算是不错了 都算是不错 可以接受的 这个方案 这个做法 可以接受的 没那么激进 再激进一点 我也不反对 但是没那么激进 都OK 照顾一下各方的 各方的观感 那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老盛长谈 垂耳促 欣哥你好 有一个角度 我试着提出来 因为我刚想到的 第一个就是 关闭孔子学院 还有一个对等 因为你知道 美国一直很强调 一直在跟中国讲对等 不管在贸易 文化交流上面 这都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那第二个人 就是这个对等的话 它就是你中国 你不让我 你不让我 像你刚刚所提到 那个英语 教英语的哪一个 当然那可能是因为 竞争的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这边 如果你要往中国输出 什么文化的话 都是被阻挡 那中国要往美国输出文化 都一路顺畅 那这一块的话 当然它从 孔子学院开始 另外一个也牵涉到 我认为美国 他们现在左右派的 左右派 其实用左右派这个名词 其实是很粗糙的 因为你很难去续分 哪一个是 左派右派 这个我不管 不过我们就拿这个名词来讲 就是说 你清楚 孔子学院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所派的势力 他们就是大德的入侵 那像他们那个右派 右派的话 他就会在他们当权的时候 尽可能把这些 这些种子庆祝掉 其实我想这种限制 也有他们这种 也有他们这种 派这种观点 美国本身内部观点 的观点不同的 只是孔子学院 这个还是 我是觉得还是一个小 小事啊 就是说就美国而言的话 他还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这种小地方开刀 引起的反弹 其实不大 而且这种趋势不是 不是现在他 不是他现在启动的 很早以前就开始 开始各地方 就开始慢慢在关 他现在美国政府 只是把这个动作 再做大一点 好我说完了 您先等一下 因为你的教育阶段 应该都是在台湾 你在台湾的这个过程 因为可能你也经历过 台湾的威权时代 你知道后面的台湾的 这个民主化的整个过程 你可能也都看到了 但是在台湾和美国交流的过程中 像美国 我相信美国的台湾人 台湾的青年朋友们 也是非常喜欢 像美国的电影 当时 台湾对美国 来自于美国的像电影 像这个书籍 是有控制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早期的话 早期因为我那时候 威权的时代我还小 所以说没有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但是那时候进书 进人员 这个都有 但是慢慢慢慢直到 蒋经国去世以后 不是李东辉上来吗 李东辉开始民主化以后 那这些就进书 党进报进 这些全部都开放了 开放了以后 那你党进报进都开放了 书更不用讲了 然后那时候 比如说美国的电影 书籍 书籍 或者是他们的 比如说电影书 或者是他们的演艺 这种东西 全部都进来 其实我们 我们这一代 就我们这一代的在接受 其实是毫无保留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批判 就是说没有 没有那么多包袱 我记得我从小也是读古文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还能背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日至善 我就只有这几句 不要再背 第二节目不要做了 那这就表示说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那个四书五经还是读的 就是我们在那个小学 小学中学 四书五经还是读的 我再提一个小问题 或者是跟你交流一个信息 我在就是这五六年 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家长 他会买一套 你们台湾的小学的课本 来给自己的孩子去读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台湾的小学的课本 也会不会像中国这样 他可能过几天 他有一篇文章放进来 有一篇文章拿出去 因为他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式 他可以放不同的文章 让这些孩子们去接受 不同的这种思想的这种 或者说潜移默化的这种训 这种训练 你们有问 我懂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那时候 还算是 还是在卫权时代的话 小学读的课本里面 有非常多的中校结议 帝王将相 这种东西有很多 而且他特别强调一样东西 叫做孝顺 我不知道中国他这边 中国强不强调孝顺 他强调孝顺的话 好像是一种美德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他这个孝顺 是要去引申出去 作为说中军 所以说我小时候接受教育 常常都是以小孝为大孝 我相信你们 你们把以小孝为大孝 你可以理解 对 他就是他在这种课程里面 就开始培养你那种概念 所谓孝顺 你就是忠于一个人 无条件的忠于 忠于上面那一个人 对不对 那一到一个国家 就忠于领袖 小时候我们也读过 什么领袖国家责任容易 这些东西都有 那为什么说现在父母 现在的小学教材 就比较灵活了 就是因为开放 因为民主自由以后 开放以后 你在放这东西 不过这中间 还经过很多的斗争 很多的斗争 事实上台湾的教育部 到目前为止 还是应该说 还是一个古板的单位 我们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节目的解说员 就像陈宁关那种节目 里面来的嘉宾讲过说 台湾教育部 如果要整顿的话 要怎么整顿 打掉重建 所以说台湾教育部里面 目前都还不够开放 但是他已经也没办法 那么明目张胆 把那种中军爱国 那种观点放进去 反而现在放的东西 都比较生活化的 你人怎么相处 这些东西 所以说慢慢 其实都在进步 都在进步 那就大概是这样吧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的网友们 我们在中文会议室的 其实对台湾都特别感兴趣 你也知道我们有些朋友 是完全是台湾的崇拜者 我想问你一个 另外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中国改革开放 一开始 70年代末期 80年代初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 两个人是谁吗 台湾人 你说什么 抱歉 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期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两个台湾人 对 还是两个台湾人 就两个台湾人 两个台湾 我不知道 一个是邓丽金 一个是邓丽金 对对对 邓丽金 当邓丽金的歌声 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觉得几乎喜欢听歌曲的人都会认为 这简直是天上飘来的声音 那个叫天赖 对对 还有一个是少年少女们最喜欢看的 琼瑶 对 对 这两个人影响 对中国70年代末期 80年代初期的那种冲击 那种文化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强的 一样 我们小时候也是 只不过相对的我们选择就丰富一些 不单单只是邓丽金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歌手 我们也是相较于邓丽金 也不妨多让 那至于琼瑶的话 那真的是金字招牌 琼瑶两岸的话 是没有少年少女 我们小 我们在青少年那时候 也是读琼瑶 读得头脑滑昏 对 两个讲话都差不多 因为那个就是人性嘛 对不对 人性 从而你不要逆着人性走 你知道 逆着人性走 我们人性是可以培养 人的品质可以培养 但是你不要逆着人性走 知道 好的 谢谢 我们看萧辰先生再举手 好 谢谢 谢谢 萧辰先生 您请 欣科您好 刚才听这个 算是台湾地道的台湾 这个嘉宾 我们叫观察者 就是崔尔兔瓦 说台湾的这个 众师笑 我同意 但是我也同意刚才那个说法 他这个当时在他说法 我是赞成的 就是在蒋介石统治的时候 拼命地强调孝的原因是 其实是要求大家忠君 也就是忠他 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孔夫子的 所谓我们说孔教当中 讲到君君成成父父 子子 展开一点讲 对于这个孔子的 很多人很推崇 我知道我们这个网上刚才发言都很推崇 我跟你讲这个 我对孔子 基本是孔 不要把孔孟 孟我不太熟悉 就不要把他拉进来了 基本持批判态度 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 因为这个东西他好不好 他当时有他的作用 但是看他 对他持基本的肯定态度 还是否定态度 主要是看他对人类进度 和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 我认为孔子的学术 或者是尊崇 或者是后面的人尊崇孔子的假的 这种宣传 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来讲 起的反动作用 大过进步作用 但是就孔子的学问中间的一些细节 有没有说可取的地方呢 是有的 就像很多学术一样 都有他的好和不好的一面 比如说我就讲刚才这个 就回到不要扯远 扯远的话题管不去了 我就讲刚才崇尔图讲的这个 孝 我肯定是赞成的 但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 我也是赞成的 因此大家去分辨 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吧 就是两者兼有之 我再多多少少 再稍微走远一点 评论一下刚才新歌讲的话 说大陆人说的 你说大陆很多人非常的崇拜台湾 还是非常向往台湾 其实这个命题是有问题的 因为台湾这个社会是多元啊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垂耳吐待会儿你可以批判我 能不能同意啊 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大陆啊处于一种完全是一元化的 完全是按照党的指引来思考问题的这么一个模式 因此对于台湾的多元化 其实是不了解的 甚至两讲时代的多元化都高过 这个都高过这个大陆 我虽然不是在台湾生长的 因为首先我是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是台湾护照持有者 按美国来说 我的Nationality我是中华民国 另外我多次去台湾 甚至最多在女朋友家在台湾住了八个月 所以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发言权 对不起垂耳吐啊 我肯定在你面前没有更多的发言权 就是说台湾啊 它就太多样化了 多样到你大陆人说很崇拜台湾 喜欢台湾 你喜欢什么 甚至现在民进党和国民党可以 敦风对立的 我看比现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党 共和党对立还要厉害 甚至这个这个我我我 这个曾经曾经 我说在台湾的女朋友的一家人 对民进党恨到恨不得千刀万剐 蔡英文的 那你说你喜欢台湾的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提法本身是有偏见的 我比较 我我谈一个看法 在大陆的那个王硕 大家知道这个作家吧 他当时讲了几个话题 刚才你们谈的话题了 他谈到说是港台几大俗 他是三大俗是四大俗 他就这么讲 金庸小说 四大天王熊摇故事 我非常赞成他的说法 那么再回到你们刚才讲这个问题 邓丽君我是很赞赏的 熊摇我就不以为来 我就不喜欢 那么邓丽君之所以在大陆 这么样的在那个时代 那么样的疯狂的程度 把他排到那么高呢 本身邓丽君固然是很优秀 同时也跟大陆正好到一个转型期啊 原来都是唱红歌唱革命歌曲 尤其像我们文化大革命 还都跳中字舞唱红歌 那个时候突然变到对外太棒 而且一开始还是遮遮掩掩的 新歌你也知道 一开始还是当局还是有点阻碍的 不是你想听就可以听的了 也造成邓丽君能够给大陆这么大的影响 原因之一 如果在一个平常的社会 邓丽君固然是很很好 很可爱 但是不会造成这么高的效应 我不瞒你说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啊 对于音乐我绝对有 在你们这里我有发言权 邓丽君的东西非常不错 但是如果放到现在那么多优秀的流行歌手当中 他也就是其中之一 好 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 谢谢 请欣语 你请 欣哥好 大家好 像因为我是半路上来 像这个 因为我的一些 从我的角度讲 我也特别喜欢看一些 有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一些美国电影 但我们也知道 美国电影里面 确实我们从中也学到很多一些价值观 包括那些美国的思想文化 特别像乱世家人 我看了可能也至少超过五六遍吧 有时候经常会想到 为什么1861年的时候还有黑炉 为什么一种不同的皮肤 他就会受到 当时我也想着这些问题 但是后来我也想通过看这些 包括像阿凡达 这些片子 我觉得这不同的思想的交融 就是我们也喜欢美国好的文化 只要它是优秀的 我觉得我们也经常去看 也愿意去学习 然后我想因为孔子的话 应该至少离现在有2500多年了 500多年 因为他确实也是 因为他的原因开启了百家真名 因为假设没有孔子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这项循子 他也是奴家 但是他教的学生 确实是法家 然后像包括 就甚至墨甲都跟孔子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 当然就是比如说 像某某某 像鲁迅学院 就不一定完全是教鲁迅的东西了 所以我如果感觉 反正文化 中国可以包容 这个美国的各种文化 就包括我觉得 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平台当中 因为我一上台就会被说 李书记 李政伟 反正名号是一大堆 但我觉得我也是一笑了之 所以说偶尔我也会说一下 但我觉得就是一种包容 就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只要 反正骂我也没关系 因为挨一点骂 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不会少两张肉 所以说接受批评 这个有时候说的不好 就接受批评 反正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所以我觉得反正这种包容 然后这种博大 我觉得 然后叫他去好的地方 就像美国好的东西 我们学习 这个真的 美国的 比如像这个很民主 但是我有时候发现 我们有时候很多人 我们很多华人 好像讲民主 但实际上并不民主 反而把独裁的这种专制 带着就包括我们讲话当中 都会感觉得到 所以说我觉得 这真正 因为真正讲民主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随便提哪个人 但是我觉得 人家提个人的夹身 可以按规则 或者按这原 我觉得这可以 咱们直接就 还是在话题里面 好吗 对 就是这个话题 就是这个话题 就是说因为包容性 就是我们要 像我们经常也是认真 吸收美国文化 我们包容美国的文化 其实美国文化有很多 有暴力的形象 或者个人主义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你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讲到 你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比较包容中国文化的 我就讲一个非常简单的 像完全按英文版出版的圣经 它就不可以在中国销售 为什么 那我觉得是 这个我也不赞成 我觉得应该这是中国政府 他这个 对文化的 我觉得这个做的不好 我也觉得不好 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 能不能这样解释 就是说 来自于中国民间 他们对 来自西方的很多的文化 他们是 是有包容心和学习的 这种心态的 但是来自于政府 由于种种的原因 他并不想让中国的 广大的百姓 他们去接受来自西方的 这种平等 民主自由 作为普世价值的 这三种思想的熏刀 是这样吗 我也不赞成 这个政府对这个学术啊 包括这个讨论的过多干预 就包括在国内 所以这个不仅在国内和国外 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可以批评的 因为确实我们中国 像在课堂上啊 讨论一下稍微 这个是很少有自由讨论的 这个是 但是私下倒是有 特别是我们不能讨论到 有关这个 有关政府方面的呀 有些民感话题 是确实是不能讨论 但是除了民感话题以外的 大家讨论也还是为所 也还是比较这个自由的 这个也确实 所以说我感觉的 这个我也不赞同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包容性 就是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 然后即使哪怕有些刺恶 那怕基本上是有一些是攻击的 那只要他的话在里 我们就 我觉得我去 除了我个人讲 我就觉得 就支持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一直在一一三调 我也不在这个体制内容 所以我感觉的 我觉得对这个国家的批评 对党的批评 我完全觉得 我觉得这个 只要是批评的合理的东西 只要是不带着这种 这种另外一种 或者一种镜片的 这个去观察 去找出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还要包容性 就说明 这说明一点 美国也确实 因为美国以前也是包容的 我觉得美国也挺包容的 但是现在我说 美国是有一点 这个也有点风声鹤唳 所以说这个 因为关键原因 当然也是还是国家的 这种竞争力的 一种崛起 就像以前我们 对这个美国的 这个 以前都说赞扬美国 我就有段时间 大家自己赞扬美国为荣 我有段时间 说 那么中国就那么差 美国比这个中国先进多了 你看这个 以前看美国 像美国铁路 现在比中国还是多 因为美国很早以前 就有36万铁路了 36万公里的铁路 而我们中国以前 还只有 你看2007年 中国只有一条高铁 还只是台湾到高雄的高铁 像中国大陆 还没有一条高铁 实际上那时候 中国和美国的 可比性的话 当时是确实是美国 比中国连心很多 好的 但是 我们 我就包容 好的 那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的 我看到 肖诚先生 我们这个话题 我们 由肖诚先生讲完以后 我们就结束 第一个话题的考量 你请肖诚先生 回应一下 刚才这个 这个吕新宇 他们有的叫他郑伟 有的叫他什么 我明明不要这样说 我们就叫吕新宇好了 回应一下你的说法 我只讲一个观点 这个话也不光是 对他一个人讲 我觉得对所有人 都是我的看法 不要把孔子和孔子学院 扯到一起 对孔子 你可以有赞同 可以有批评 甚至可以有否定 就像刚才我讲的 我有对他的有一些话 有赞同的 对他的有一些话 有批评的 但大体上 我是否定他的 但是孔子学院 是根本就是 这个 我想哎呀 差点说脏话 我不说 根本他是拉着虎皮 这个就是卖 挂羊头卖狗肉 孔子学院 和孔子的真正的 不管你赞成和否定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他就是借孔子的名字 出来大外宣 对于中国人来讲 你不需要弄这个 孔子学院的名字 什么地方都在宣 对外国人来讲 他主要就是教他们 汉语 学中文 当然包括其他的 需要党 需要灌输的东西 有哪一个外国人 在孔子学院 真正学到了 孔子的精髓的 所以我说根本不要把孔子 学院拿来和孔子 进行一起讨论 不管你喜不喜欢孔子 那是对孔子的侮辱 所以吕欣语 你这样子说 不知你是幼稚 还是故意混搅 是 好的 我宁愿 好吧 就这样 好的 最后一个 刚才后面两位 举手的就 好的 因为你今天是第一次举手 好的 谢谢 所以我现在还可以讲这个话题吗 可以 对 OK 其实我只想分享一点 就是我不知道这里 有没有人看过 一个美国人 他叫乐乐 乐乐发力 他是一个会 中文讲的超级超级超级好的 就完全基本上听不出口语的 不过他现在在中国 已经被禁了 我是在美国之音的一个 看到他一个视频之后 再去看他其他的视频 所以我 乐乐 当时他在做直播的时候 有人就问他 对于孔子学院的看法 他是美国人吗 他说 他觉得孔子学院挺好的 因为他的中文 一开始就是在孔子学院学的 然后的话 他的中文就是从孔子学院开始 然后他又去中国 就在学了几年吗 然后他说 然后其他人就会提到说 关于孔子学院这种 会不会就是 传播一些共产党的东西 什么的 他说他们想要宣传那些东西 太傻了 就是说 作为一个在美国 因为你去孔子学院读书 像他们去读书的话 可能我估计 大概高中毕业 读大学的这个年纪 他们已经成长到十多岁 二十多岁了 所以他已经接受了 二十多年美国的教育 你觉得孔子学院想要传播给他们的那些东西 还真的能够去给他们洗脑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东西 其实就是在他们看来非常的傻 就是他们是不可能说被那些东西就洗脑了的 所以的话他就觉得他去那里就是纯粹去学语言的 然后好像是不要钱吗 我不知道就忘记了 这一点忘记了 所以对他来说 对他说他觉得挺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美国人 他是当时这样子评价 所以然后我自己的一点想法的话 我就觉得 比如说他孔子学院 是不是可以规定说 OK我们这里只是给你学语言 学一些文化的 不要谈政治 所以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把它规定为 不要谈政治 而不是说你不许说共产党的好或者坏 你不许说共产党的坏 因为这样子他只是给到你 就是我们这里不谈政治 我们只学语言和其他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他的性质可能会更好一点 而不是去规定说 你不可以去骂共产党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性质就改变了 他会完全就是站在了美国所支持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对立面 就像好像一家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美国一家公司 他说我们在公司里面 我们不许谈政治 我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有一家公司说 这里不可以骂民主党 或者我们这家公司不允许你骂共产党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但是你只是跟员工说 我们这里不谈政治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是我 好的谢谢 谢谢 我们还有两位朋友 老战和李逊 你们两个每人只能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 谢谢 谢谢 老战 谢谢兴哥 我就说一句话 对于孔子学院的认识 它实质是什么东西 就看一看人在加拿大的 就是文昭的太太 所拍的一部纪录片叫贾孔子之名 就是一切都什么都明白了 好了 谢谢 好的 谢谢 欣语 你也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就像我看美国小说 看美国电影 学美国的历史 学美国的文化 然后呢 我也学美国的 包括思想 就很多很多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好的 因为只要是它有利于我的 或者李育我们中国的 或者李育 就像我们看这个日本动漫 现在小孩子都看了日本动漫 从小就看了日本动漫长大的 但是呢 但我觉得 这个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小船方不喜大乱 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 反正我觉得我看美国小说 我并一定 我思想就完全变成美国了 这个特别在美国有些公子学院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然后好 我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们还有两位朋友再去说 我觉得因为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已经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 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还有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所以就第一个话题 大家就移步到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所谓孔子学院 其实它就是中国 这个大国外交政策的之一 而这种大国外交政策 它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2004年的时候 这种大国外交文化 就在中国对外的 这个交往的过程中 在稳步的推进 而这个推进的过程 就是中国快速 他们认为发展的这个过程 去侵蚀世界价值观的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1月份 中国国家主席 中国党的书记习近平 他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 会议上也讲到 要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 并表示在孔子学院方面 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美国政府把孔子学院定为外交使团 其实是没有错的 他完全印证了 习近平主席 关于孔子学院的这么一个定位 当然孔子学院虽然幸福 他传授的不是儒家的思想 他传授的 是来自于中国的 这个独裁的政府和政党 他要告诉全世界人的 他们的想法 文化的交流是来源于 不限设置的 民间的相互之间的文化的融合 而不是设立门槛 只允许我出 不允许你进的这种交流 所以像中国这样的 采取的文化交流的形式 我觉得到今天开始 就让他停止吧 我们更多的需要的是什么呢 平等 自由 民主的价值观 而我们在讲到 孔子的思想的时候 恰恰他缺少的 就是平等 谢谢 我们今天就结束 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第二个话题 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讲 美国政府 就香港问题 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这其中的政策 有对香港人权的法案 有前天取消了 正式取消了香港 作为特别关税区的 这种法案 而且要求所有从香港 出口的商品 必须是标注 以前是按照香港制造来标注的 现在必须标注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 或者叫中国生产 以此来表明美国的态度 也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院 对香港的一些领导人 进行了制裁 而这种制裁是全面的 包括各级银行 不能够为这些人提供 结算服务 而存款都要进行冻结 当我们早期的时候 还把它认为 这只是中资银行 这只是外资银行要走的 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一种 一种措施 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业务 都在于香港之外 他如果在香港 或者说在香港之外的这些银行 如果这些人 在这些银行有存款 有需求银行提供服务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提供 证券服务 基金服务 保险 这个汇入汇出等等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可能都会受到制裁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在香港的一些中资银行 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中资银行 而这些中资银行 他们的大股东都是来源于中国 国家政府 而中国的 银监会 银监局 虽然这些银行都在当地 接受当地银行 管理部门的监督 但是他作为总的投资人 尤其是还在中国大陆 还有在 现在已经实行一国一制的 当然我认为是一国一制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他们并不认为香港实行的是 一国一制 在香港的这些中资银行 也在响应 或者在适应 美国政府 对这种长臂管辖 我开始以为是个笑话 但是这不是笑话 这是正在 执行或者正在实施的 你想更加去符合 美国的制裁要求的 这么一个规定 在这个 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香港经营业务的 中国大型国有银行 正在采取临时举措 以遵守美国对香港官员 实施的制裁 进而保障 事关重要的美元融资渠道 和海外的网络 彭博社就这样说 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和招长银行 已对特首林郑月娥等 十亿民受制裁的官员 开设新的账户 态度调度 仅剩至少一家银行 已经停止了 此内的活动 知情人士称 部分银行 禁止通过美国的交易 原先可以立刻 处理的一些交易 现在必须经过 合规部门的审批 如像花旗 等外资银行已经采取行动 暂停账户 或者是加强对香港客户的审查 我看到有举手的朋友们 欣宇你是 放下手了 你是 好的 邱二副你请 欣哥 不好意思 我稍微拉回去一点点 我再几句话 我刚刚听你讲说 大陆人崇拜台湾人 这点让我很不安 因为就我所看到的 台湾人是不是的确 有很多 也有很有能力的人 但说真的 大陆人 就这样 没事 我们其实 我们华人 最缺的是一个平等观念 其实 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我觉得 大陆来的朋友 那个水平很高的 也是大有人在 就这样而已 没事 好的 谢谢 实际上我在前面 在讲述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的用词 用的不太准确 我觉得很多的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知识界的 他对台湾的认知 还是非常真相 他们认为 在他们的心目中 认为台湾很好地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 而台湾之所以 有现在的民主 这种过程 也和他们认为的 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这种 熏陶有关 我只是表述 我的很多的朋友 在跟台湾 或者去台湾旅游的 旅行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了 但是就我去台湾 所看到的 我认为台湾是一个 非常安静的 这么一个岛屿 我们跟台湾 台湾的 人在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语言的障碍 我们在台湾 吃到台湾的小吃的时候 非常放心 而且台湾人的那种 那种对人的那种 礼貌的态度 我觉得和日本有一批 当然也有人是说 台湾的这种文化 更多的去 是来源于和 在日本日治时代的 这50年 给台湾人带来的 教化 当然 这也是一部分人的意见 好的 我多说了一下 刚才这个话题中 涉及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前几天 好像是 好像是 就是 是夏宝龙 还是谁 他曾经说 既然你美国要制裁我 我在美国也没有存款 那么好吗 我寄上100块钱 美金寄到美国 让你们去冻结一下 用这种特别 轻挑的这种方式 他认为可能 他还是非常的幽默 来处理 香港 对 美国对香港政策的 这种急剧的转变 当然 香港 特区政府 也对美国的所有的措施 采取了抗议等等 我们在现在的 一些的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清洗的看到 中国政府 也制裁了 像这个卢比奥 像克鲁斯 这也是11位 美国的这个 人的名单 而这些人又不是 美国的什么所谓的 行政的高官 他们更多的是参议员 而参议员只是 民意的代表人而已 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国家体制的不同 而在制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 我相信 中国政府 无论是他的 监管是如何的严密 我相信他根本不会 在中国的各家银行 或者是金融机构 或者是证券市场 找到卢比奥的 在美国的 在中国的 任何的投资 但是我很难讲 或者我肯定来讲 在美国制裁的 香港的 这些 这些人员中 一定会在美国 他有他们的资产 为什么 就是 这些 为中共 去摇气呐喊的人 他们也认为 把钱存在美国 和把资产放在美国 也许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一方面 他们 在香港 在做着一系列 倒性逆施的这种方案 实施着这些倒性逆施的 法律 撕毁着 咱们联合国已经备案的 一系列的 法规 来改变 香港700万人口的 这种生活方式 法律制度 让他们置于自由世界之外 而把自己的财物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女性朋友 放在美国 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美国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消息 林郑月娥的小儿子 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数学家 应该是数学家 我的信息不一定准确 他在哈佛大学读的博士 本来有可能在哈佛 还有更高的 这个前途 在等着他 但是就是因为 这次的制裁 他可能不得不离开美国 回到 香港 甚至他可能 除了香港 中国大陆以外的 任何一个地方 他能不能磨到一个 非常在这个美国的制裁 没有取消的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受到牵连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受到影响 作为 母亲 我不知道林郑月娥 她把自己的全家的 幸运 把自己孩子的未来 把自己丈夫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压在了 这个专制的政府身上 我不知道 作为一位女性 她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当然作为一个 中共党员 我相信她可能是中共党员 尽管我们从公开的信息上看不到 她必须服从 中国共产党党上的要求 她必须服从 党上干啥就干啥的这种 最高的精神 但是有没有必要 她把全家人的 这种对未来的前途 压在这么一个 可能很快 就支离破碎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问题 确实是让我们很多人都唏嘘不已 当然这种制裁 究竟会最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相信 还有待评估 前面我也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林郑月娥要率 在香港政府的不同的首脑 他要去北京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述 香港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 而每个香港官员 由于这种急剧的变化 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 每港之间的政策的变化 而给他们带来 个人的这种影响 他们可能会去申诉 而这种申诉 或者说 我的朋友木梅 他就说了告欲壮 是不是 习近平主席会给川普总统打电话呢 来就这个问题 跟川普总统再来一番交易呢 但是昨天 在白宫的记者见面会上 有记者就问到 川普总统有多久 没有和习近平总书记交往 而川普总统又把疫情这件事情 重新复述了一遍 他说疫情本来在中国 中国是可以把它关在中国的 但是中国放任它 来到了美国 来到了全世界 让我们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所以我跟他不是好朋友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我们这种话已经听了好久 就这种影响 会不会造成杀一进百的这种效果 而这种 对这些十一位官员的这种处罚 是否能够改变 香港或是中国的很多的 在人权问题 在宗教问题 在对待不同意见人士的这个问题上 采取的这种 强力镇压的这种方式 是否在这种制裁下 能够让他们收敛一些呢 我想听一听 在Zone会议室的我的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香港政府 会不会就此而改变 或者是向中央提出一些 改变的一些方案 我看到三十七 你请 我觉得制裁是没啥用的 就制裁个别几个官员 没啥用 然后我反倒想 想问的 我是不知道 但我估计是没有 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 中国反制裁那十一个人 有没有对应的 类似说 你如果美国 比如说BOA在美国给 给蓬培奥 或者是 就他制裁的对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蓬培奥在里面 但是那个卢比奥还在里面 然后就是中国制裁的那十一个人 如果在美国BOA开了账户 那么BOA在中国也别经营了 中国有没有对应的条款 不然的话 中国的制裁就显得很无力 无力 当然无力是好的了 我现在觉得我是比较支持中国 不要对应的制裁 对吧 你装装样子就行了 面子上能过得去 能跟国有个交代就行了 对吧 你别把别人 自己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还好像自己很牛意 对吧 这个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的政策到底具体是怎么样 因为看新闻 好像在这上面说的比较含糊 是啊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他只是要对这几个人进行制裁 至于怎么制裁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对他们是否在中国或者海外的金融资产 提供服务的这些银行 如何的这个进行限制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细节 但是美国 在发出的13936号行政命令中 他就有明确的规定 受制裁的人士 直接直系清楚进入美国 会受到限制 这就很明白的写出来 而且这些人 直系清楚 在美国的银行 和美国相关联的银行 都不能够给他提供金融服务 包括结算服务 存期款服务 而且写得非常的明白 这才有了一些中资银行 也不得不采取响应 或者是不得不屈从于美国政府的要求 因为这些中资的银行 在香港的中资的银行 它不可避免 它也不可能停止美元的交易 和美元的结算服务 当它在香港停止 美元的结算服务 这个银行 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 它也无法做到 维系自己本身经营的这种需要 不过当然 也有很多的朋友 就像刚才 这个三企业讲 对这些个人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影响 而没有多大的影响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没有资产在美 就像这个林郑月娥 还非常故作轻松地说 那我反正你们也要制裁我 我也不用去美国了 因为她的美国的签证 是在2026年到期 她OK了 我就注销到 我的美国的Visa就完了 她也开出了这样的玩笑 但是 以美元进行交易的银行 她不提供向这些人的服务的时候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像林郑她丈夫 孩子在英国 他们的费用 或者他们的开支 是怎么样来解决 还有被处罚的很多的香港人 他们在香港 本身的生活 等等等等 他都需要 这方面的服务 也被禁止 本来说 有一些银行的分析人员 和政策分析的人员 他们说 在美国的这种 这种交易的情况下 被禁止 这些人只可能去中资银行 或者是朝鲜的银行 开了账户 来进行服务 但是目前看到 中资银行 已经在响应 美国政府的要求 韩资银行 我相信 朝鲜银行 他也 他也不会提供 这么 美元的服务 因为本身 联合国在 对 制裁的过程中 对 朝鲜的制裁 是更加严格 而本身 他是不可以 开展美元的 这种活动 因为他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通道 所以 这应该不可实现 但是他要去 中资银行 开户也被关闭的话 还有朋友 开玩笑的时候 那就让他们 用微信支付宝 进行交易吧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 我看到37 你请 我给星哥提一个建议 就是说 不是建议 就是说提一个 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主要是个面子问题 就中资银行 尤其是几家大的 中资银行 不给这些 受到美国制裁的官员 开户 或者是提供金融 或者银行业的服务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个面子问题 实质上的话 你中国还有很多地 中国有很多商业银行 虽然中国商业银行 没有美国多 但是中国有很多商业银行 你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什么 你们什么新疆伊利信用社 有可能也可以 给他们开一个账户 对吧 对吧 就是说有很多 或者是什么地方的 什么城市发展银行 有可能他在美国 没有任何业务的 这个我觉得 搞个信用卡 当然金融我不懂 是不是到最后 什么美国干脆 把银联给彻底给制裁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 对吧 但是我就说 只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美国有很多 中国有很多 在美国看上去 不应该有业务的银行 也许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除非说美国说 你提供这个服务 我就把你银联整个给彻底进了 那那个动作就大了 但这个我就不懂 星哥你有可能可以谈一下 因为你对这方面至少比我多 他是这样 基本上没有可能 因为各家的 比如说林郑月娥 她在香港 她所有开立的账户 她如果使用人民币 是没有问题 当然美国的这个长币法 还管辖不到 给她提供人民币服务 但是如果提供美元服务 恐怕就会出现 被美国限制的一系列的 由于这些政策 而产生的影响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 就是美国的长币法 在对其他国家制裁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案例 使得很多的银行在 由于没有按照美国的长币法 或者是美国的行政 当局设置出的 一系列的规定 而违反了这些规定 都面临着巨额的罚款 比如说 这个汇丰银行就曾经 违反了美国的 一些交易的规定 而被採取巨额的罚款 这个像在我们在讨论 孟晚舟的这个案件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看到 它就是美国的长币法案 美国的政府在处罚和 这个制裁一些个人和机构的时候 以触犯了这个 而带来的风险 很多的银行 它当然会或者是打着操板球 但是银行的股东 是绝不允许 这些银行 去冒这样的风险 同样 就如同像中国的建设银行 中国的工厂银行 这四大国有银行 以及招商银行 他们都在 可能是要执行 对这11位人员的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害怕 美国的长币法案 当发现你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时候 对他们的美元 的交易等等 信息罚款 而这种罚款还能够 非常轻易的去执行 这就是它的厉害 但是像三七你说的到 新疆的一个某个小的信用社 它开了一个人民币的账户 它交易人民币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它在那 或者说在广州的 也将人民币 经营人民币业务的 开一个人民币账户 它只能够在 中央人民购合过程 它当出的国外 它在消费的过程中 它使用的过程中 就牵涉到美国的结算 它就无法进行 当然这也要看美国 虽然打出了这一枪 或者说虽然这一刀砍下来了 但是它砍到最后 落在身上的时候 到底是重砍轻收呢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完全有可能 我看到还有我们的网友在举手 崔尔兔 你请 宣哥 开个脑洞 就是说 它对这11个人制裁 37说没有用 我觉得美国 它瞄准的不是前面这11个人 它瞄准的是后面的 后面那一批官员 因为 如果这些官员想到美国去 他们在形势上 他们必须要去顾及这个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 连起来的话 也会很有趣 哪一件事呢 就是那个 中国大陆在收护照 他说我这样 这两件事把它串起来后 我感觉让它一个主攻 一个主手 中国大陆在收护照 就是把官员护照收了 断了你出国的那个 然后你就必须要在 在国内 你给我好好办事 如果他不收护照 这些官员能够出去的话 他这个事业在办 就组织就变得非常大 我在想是这样的 那美国设这个制裁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用 就是对这些 背后那些 前面那几个当然 前台就算有损失 他也得咬牙吞下去 不能讲 是不是 好了说完了 谢谢 谢谢 我看到萧辰 你请 谢谢 谢谢 是这样 我应对刚才三期题的问题 就我的知识 做一点小小的回复 首先讲 在金融方面 银行方面 我的知识非常有限 但是因为我的经历关系 多少有些了解 我了解多少 我就谈多少 而且也可以 因为金融可能比我多 可以指证我 是这样 你看中国 中国的这些银行 就是我们说国有银行 后来还出来了 很多地方银行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都是所谓国有的了 没有 几乎没有私人银行的 你像我们浙江 这个地下银行 很发达 那是地下的 国有银行是这样 在国内大家都知道 非常牛逼的 四大所谓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星哥我不是讲的对不对 这个基本点 没错 我为什么对美国这里 会有一点了解呢 因为美国 中国好几个银行的高层 到美国来的访问的代表团 当时是我接待的 我接待过哪几个呢 就银行系统的 中国银行代表团 而且跟他们有非常深的关系 当时那个中国银行 就驻美国的分行的行长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就是原来的那个魏建行的女婿 就是原来是政治局常委吧 魏建行 纪委的总管是吧 当年那个时候 对 中纪委的书记 而且我跟他们那个团 相处得非常好 他们在这里是过春节 年三十的晚上 我跟整个团的人一起 当我被他们安排 请不是我请的了 他们出钱的了 在华盛顿 就首都华盛顿一起吃的年夜饭 大家开开心心 所以交往很深 还有两个团跟我交往 也是非常 里面有很多故事 今天不能展开讲了 一个就是叫华夏银行 董事长 姓陆的 曾经是北京市副市长 这个高层 再就是交通银行 再就是一个叫 原来是私有的银行 董事长的名字叫金苏平 我一下子到脑子 不知道那个银行的名字 我叫不出来 金苏平是民生银行的行 民生银行 对 民生银行 金苏平只是实际上 是个名誉上的了 他的行 他是董事长 还是董事长 但是他真正掌管的 这个在叫几个行长 当时到纽约来 住在很高级的兵 都是整个行程 我就接待了 所以为什么 所以我就意思是 向大家讲一下 我有发言权的原因在这里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当时我就感觉到 我讲的是十几年前的信息 今天可能甚至一定会有变化 中国银行在中国 也就是主要是外汇方面的 第一交易的银行 我讲的对不对 对 他居然在美国 只有当时在这个曼哈顿的 这个叫Park Avenue 我们叫公园大道旁边 有一个所谓就是中国银行 美国分行 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一个楼 只是小小的一个三层楼的 一个红砖楼房 然后还有两个 就是说两个 我们叫分支也好 办事处 一个在纽约的Chunatown里面 还有一个在洛杉矶的 不知道什么 什么什么华人集聚地方 居然是个小小的 就像我们国内哪个城市 这个门市部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再问局势都没有了 再没有了 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国家银行 在美国的发牌啊 控制得非常的严 那么后来呢 我发现呢 交通银行到反而在 华尔街附近 那条跟华尔街 随之那条街 我忘了叫什么 就那个金牛啊 那个铜牛吧 铜牛的大路对过 有一个交通银行大厦 它那个大厦倒是比中国银行 那个楼还要大得多 很有意思 而那个时候 民生银行还没有能够 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 都是最高层我接待的 但是他们居然当时 在美国都是没有分行 那么因此呢 我是回答 讲了这么多 再回过来回答 三期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在美国的中国银行 中国的银行 甚至 可能还有别的 我现在不知道了 后面又能够住进来 应该会有多的了 如果他 这些个受制裁的人 在他们这些个银行里的交易 是一定会有问题的 而且会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会搞到这几个银行 也会被美国处罚的 那么在香港的 你像现在 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这些个外资银行 有美元交易的 已经对这个东西有 至于 在香港的中国系的银行 你知道 香港原来不算中国银行啊 有所谓叫中资13家银行的 这个中资13家银行 是怎么回事情呢 就是因为叫中资体系 就是那个银通啊 最早是他那里出来了 为什么呢 这些银行在 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 都是私人银行 但是接管以后 逐渐逐渐都被中资给 不知道是 在香港我想不是 不是公私合营充公 不可能的 大概是 要是控股了 就采取收购股权控股的方式 现在有一个啊 你比如说 香港招商局 招商局大家知道 实际上是 中共交通部的机构了 原来是国民党的招商局 后来算起义嘛 又叫起义 我认为就是叛变 到共产了 他那个招商银行呢 是带有国营性质的 其他中资13家 我名字都叫不全了 很多那些名字 我像大陆有些人都没有听到过 什么盐业银行 浙江第一银行啊 什么新华银行啊 等等等等等等 一共13家 都称为中资13家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体系 如果这个里面 他们都在进行美元交易 我当时在香港开户的 有一个叫有联银行 那肯定都有美元交易的 他们在对待着 所谓受到制裁的人的 美元业务 我相信他们至少 美国对他们力度有多大 我不知道 他们会自己的叫做自律 逐渐逐渐的撤退 以免那句话 从门是火 殃及吃鱼 这是我的判断 不知道对不对 星哥谢谢 没错的 说的非常好 谢谢 我看只个鸟 我就基本上 前一位先生都说了 那个 就回复三期 之前我就详细说 稍微详细一下说 之前 因为美国 那个捷报 那些情报 你这些银行的交易 你是瞒不住它的 你是不可能瞒住它 之前 汇丰 因为他知道 有些钱是通过汇丰 去到伊朗 然后美国就开了一张罚单 你想想 那罚单是多少 是十亿美金 然后他就说你 这个罚单你不给呢 我就在sift system那里 把你断掉 那汇丰很乖的 马上就给十亿了 而且他说以后 有任何涉及 而且汇丰怀疑 跟那个伊朗 有关的交易呢 他都马上要上报 所以呢 这个孟晚舟 这件事 他就 汇丰就马上上报了 你再搞十个亿美金 汇丰受得了吗 这次十亿 下次可能几十亿 简直可以说 就是 你反正你是 除非你搞人民币 不用你就不用混了 在这个 在这个银行业 可以说是 没人敢 就其实说美国这个金融啊 这个现在对这十亿人 而且才对他那个十亿人 个人而已 都还没对他家人 对吧 然后 还有以前那个是有 对新疆那个是对家人的 所以说这美国这一招 其实就是 他十成功力 我觉得都还没到半成了 都没出招呢 但其实老实说 中美占贸易有什么好占的 就拿这个威胁 中国其实就乖乖的 就就什么了 其实就有时候呢 这伟大领袖啊 唐先生心中的伟大领袖啊 就就想不清这个形势 你到人民币 没到欧元那个地步的话 你搞这些啊 就是跟美国对着干的事 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就我说到这 拜拜 好的 谢谢 谢谢 陆磊先生 所以说你不要变了变去 哎呀 但是变了变去还是英字 OK 招商 招商银行之根 如果说的还不够早 再早的话可以追潮上 追潮到清末 招商局 对不对 再早 哎 还有扎达 那么英文是什么 是 chart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说 不是一老卖老 就是说年轻人早起蓬勃 老人是老朽 但是有的时候就说 也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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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追 追追追一下 这个根源就对就说呃 呃 长一点 那个 哎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有废话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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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诚先生 你请 哎 我的话筒开着啊 刚才听了陆 陆先生和直根鸟先生两位的 我在把我的很有限的这个银行方面的知识 拿出来嘚瑟一下啊 你骂我啊 不要是自己的老家伙 喜欢出租 老家伙 因为他有些不准确的 或者我加以说一下啊 先回答陆 陆先生的问题啊 陆 先生刚讲那个是对的 香港这个英文名的 出写啊 HSBC 呃 翻译成全文叫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那么至于解放以前呢 他的主体其实主要在上海 但是那个时候的名字是不是先是 Shanghai and Hong Kong 后来再变过来 我不知道我不敢乱说 刚才陆老师说了 你知道 但是他原来是全资中国银行 而中英资 全资英资银行 但是后来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他收购了一个非常大的美国叫Mittland Bank 就是米特兰银行 因此现在汇丰银行 他主要的headquarter 就是他的主要的注册地 或者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向政府申请的牌照 是在香港的 但他的资产 以英资为主 有相当一部分的股权是美资 一定要注意这一条 所以汇丰银行 面对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制裁啊 他绝对不敢 调以轻心的 他也相当一部分是美资 那么再回过来讲 还有讲那个扎打银行 扎打银行的英文名字 应该叫 全称应该叫 Charta Standard Bank 也就是翻译成 扎打标准银行 那个是全英资银行 也是主要在香港注册 因为当时香港实际上是 英国的一个地方嘛 那么他虽然是英资 你就像很多商业机构 像颐和洋行啊 什么这些 太古啊 这都是英资 但是都是在香港注册的 这我就不讲了 那么再回过来讲 刚才那个汇丰 在孟晚舟这个案上 这个事情啊 刚才只跟你要讲的 它是这样的 当武要是 人家就说这个朱队友啊 中兴啊 先把这个 这个我们说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 这个5G的这个 一下又到这边 又忘了 老了 那个 另外一家 任正非的这个叫什么 孟晚舟 不是 华为对 中兴不是先出事了吗 大家都知道吗 结果美国这中兴出事以后 把中兴啊 的 有关的电脑 搜出来以后 中兴 它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出卖了华为 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 中兴跟华为 在国内是竞争的 而中兴 斗不过华为的 就是在国内来讲 我们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讲 华为是受到国家支持的 就是背后是国家 甚至是军方 中兴到哪个程度 我不敢说 不了解 我不瞎说 但是美国查处了中兴以后呢 在中兴的资料里面发现了 中兴内部啊 有一个说法 就是当中兴跟伊朗啊 发生问题以后啊 不是被美国罚了吗 罚了以后呢 中兴内部啊 他们总结教训 就是说要学华为 就是华为的有些做法 做得比他们漂亮更隐蔽 他们没有像华为做得这么好 所以被美国政府发现罚了 结果他的这个东西 被美国给收到了 收到了以后 美国调过来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从你的资料里 我看到华为比你还要做的 还要他妈坏 对不起啊 我又说脏话 做得还要坏 而我们没有发现 是因为他们做得更隐蔽 所以人家国内一遍说 中兴是租队友 出卖了华为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当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就牵涉到 不光 他这是两大问题 孟晚舟的事情当中 出现什么两大问题呢 一个就是华为 美国的一个公司 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实际上是 华为在美国设的一个公司 跟伊朗进行交易 违法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还有一个也就是 这个对于加拿大来讲 是否双重犯罪这件事 是另外一个这个罪名 这个美国引渡 就是银行欺证 对吧 那个加拿大 他的那个孟晚舟的律师 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美国引渡 他是违反伊朗的制裁令 加拿大没有这个制裁 所以他这个在加拿大 是不违法的 但是跟汇丰的 这个欺诈罪 是两个国家都是违法的 那么这件事情 就刚才自根 要讲到的 汇丰的事情了 那么美国 查出了这个事 就是跟着中兴 这条线数 孙腾摸瓜查 查到以后 那么就是你 这个华为你也有 违背这个制裁 跟伊朗交易的事情 通过哪个银行搞的呢 查到了是汇丰 查到汇丰以后呢 就认为 不光是这个 华为违反了制裁令 严格的讲 你汇丰也违反了制裁令 所以美国要告 首先是要告汇丰的 因为他告汇丰很好告啊 这个米特兰银行 本来就是美国的银行 在他内部 受他的金融管制的 他不可能隐瞒的 只要法庭一出东西的话 你得把你所有的交易记录 要交给法庭的 汇丰害怕了 害怕了采取 什么办法 大家都知道 就叫英文叫 settlement 就是底下 跟检查部门进行 叫做讨价还下私了 那他这个私 当然所谓是 汇丰和检查机构 实际上和美国政府的私 是面 针对法院来讲的私 那不是私人的私了 私了的结果就是 咬 咬着牙 把那个牙 打烂了 昏到肚里 这么做了 赔了个十亿美元 所以这个不是说 这个 先 美国政府 避免你先罚款 不是的 美国政府向来都是 先法律做事 法律做事 他受不了 他不敢上庭了 所以说干脆 好饶了 就是说 汇丰主动提出来 我跟你settlement 就算了 那么美国政府说好 把你 但是你要把资料给我 那么 汇丰 一个是受处罚 第二个把跟华为的 美国子公司的 那个谈认的记录 甚至孟晚舟出庭的 那些证据 全部交给美国政府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后来国内一片说 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汇丰出卖了孟晚舟啊 说 汇丰在里头搞事啊 不是那么回事情 我刚才讲的 对不对 有人 认为 我说的不对 提出质疑啊 是这个过程 好不好 讲到 完了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这个 从 孝晨先生 在讲到的 这些故事的时候 基本上符合 我们曾经就 孟晚舟这个案件 做的一些 一系列的 这个案件的复述 以及中间的内容 他是那个中间的公司 叫Stock 基本术实 基本术实 好的 谢谢 我看到 陆磊先生还在举手 我们就 因为 还有 很快 今天很震惊的节目 我们要给 节目要留下来的时间 好的 我们今天的讨论 就不再进行 我们在第二个话题 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 在看到 美国政府 在对 香港的这11名官员 进行处罚的时候 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而这种影响 其实是在做着 敲伤政府的 这么一项工作 让我们在这一次的处罚中 比如说 当律政司的司长 他们家有一个产业 是要到美国来收购 美国纽约电梯公司的 51%的股权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因为 这种处罚 而无法进行 还有 像这个 前警务处署的处长 卢伟聪 他本来是要到美国来 和他的家人团聚 在这次处罚中 他就可能 无法成行 我们知道 在全球的贸易过程中 70%的贸易额 他是由美元结算来完成 而通过这一次的 对香港的 这些官员的这种处罚 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 他在拥有强大的 美元霸权的时候 给了他非常好的 去执行长臂法的 这么一个条件 同时 这件事情也警告中国政府 我们仅仅是在 处罚你的11位 香港官员的过程中 就已经让你知道 美元 在全球结算的过程中 对全球 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 中国政府 他也不得不同意 像中农建交 超商银行 这些大型的国有银行 在香港开支分支机构的 他们停止向被制裁的这些人 提供金融服务 以免产生 美国附带 对这些银行的处罚 而带来其他的连锁性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这一招 打得非常的准 而中国政府也非常清楚 这一招打下来对他的影响 所以 就像我们这个题目讲的一样 这不是一个玩笑 这是美国对中国实行 极限施压的 一个又一个的步骤 未来 还会有哪些步骤呢 我们可以 从蓬佩奥 从美国的其他的政府官员 对华政策 在这个步步紧逼 压服的这种 过程中 我想在未来的 几个月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还有一点 建议美国 现在正进入选举季 在这种季节里面 在这种 两党在选举的过程中 都为了争取 国内的选票 而美国国内 正在受着疫情 肆虐的这种情况下 打出一张中国牌 对于任何一个参选人而言 可能都非常的有效 这样会是 对中国的极限 吃压的政策 而越来越紧 这个就是我们从 这一次对 香港的11位政府官员 进行处罚 而正在执行的过程中 中国中资银行 也不得不采取 配合美国政府的 这些制裁措施 我们能够看到的 背后的内容 非常感谢今天 在油管上 能够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也非常感谢 给我们点赞 转播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也非常感谢 在Zone会时 和我们一起讨论的 观察员和网友朋友们 谢谢你们 由你们的存在 使得我们这个节目 办得越来越精彩 当然 也希望你在今后的过程中 更多的支持我们这个栏目 明天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请观看 由韦伯先生主持的 六度评论 在一个小时以后 由陈小平先生主持的 经验恒真经 就会上线 也请大家来观摩 对象感谢大家 谢谢导播 谢谢网友朋友们 谢谢观众朋友们 在北美的朋友晚安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早安 谢谢 再见 THANK YOU